好 再一段您看到獨自撫養腦麻兒 這名夜市的地主將孩子軟禁在家 為什麼呢 新北市永和這名男子和妻子離婚 之後他撫養12歲的兒子 擔心兒子罹患罕見疾病 外出上課會被同學嘲笑 從3歲之後就把孩子帶在身邊 也因此形同是與世隔絕 新北市社會局5年前發現 他沒有就學的記錄急忙追查 不過男子必不見面 社會局在13號晚間 連同警徵單位決定強行破門 進步的要來安置這位男頭 警銷互報到場 撬開鐵門破門救人 發現裡頭堆滿垃圾 環境相當髒亂 還有一名12歲的男童 身形銷售被家人軟禁在家 趕緊代理安置 12號晚間大批人馬 跑到新北市永和樂華夜市 這棟四城樓透天措 因為屋主擔心兒子患有腦性麻痺 擔心他去上學會被人嘲笑 3歲之後就沒有健保記錄 社會局連頭相關單位 強制執行公權力 鄰居當天看到大批警力 全都嚇了一跳 小孩子帶走了啦 社會局帶走了 來了三四十個 他臨機說 也是很久沒看到那小孩子 我們是怕小孩子出問 是很疼這個小孩子 有時候也會帶他到那個 我們公園那邊去玩 但是就是說 可能這個小孩子的成長狀況 不是很好 所以說他一直就沒有 讓他去上學 據了解屋主和妻子 育有一對姐弟 離婚後姐姐由媽媽照顧 屋主也自認委屈 因為獨自撫養 罹患腦麻的兒子 懼怕外界眼光 也怕孩子被外人欺負 才回到了十二歲 都沒有上學 早在2015年 教育局社會局發現異狀 好幾次嘗試聯絡爸爸 但他拒絕配合 還多次帶兒子出入境 中國讓政府找不到人 相關單位急著跳腳 掌握兩人行蹤 強制安置 屋主是樂華夜市地主 整棟房子都是他的 一樓租給外商公司 每個月收租高達數十萬 但不成正比的照顧環境 被社會局認為對孩子有害 不得已的情況下 只能將男同代理父親身邊 記者綜合報導